这都是我们剧组用过的道具 历历在墨 六个多月的拍摄 我拍戏挺较真儿的 我连群演都自己拍 最早去最晚走 就是一个苦行僧 必须把这个每一场 每一剧 每一个镜头做到极致 我可以来帮你 能说好吗 好好的练练 丙宽哥 你杀我一段送我回家 我本人这么多年从业经验来讲 我觉得我只谈演员不对的 演员对的反倒很少说 但你演的跟我想的有差别了 我会提示你应该这么走 应该这么弄 因为你现在请来的演员 都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更多的是鼓励 让他们做到更极致 更细腻 包括人世间 都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人选 然后能够完成 就是这些人 他之前的戏 或者他的形象 或者他的气质 吻合于这个人物 他去演就不会生演了 稍微调整一下 他就是这个人 然后这些人的戏呢 就在一个基准线上 就会产生出很多 意想不到的活化 角色的准确 戏成功一大半了 我表态 我非正转不取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只要你妈幸福 你妈幸福 我就幸福 我就是没了工作 我也不能辜负你妈 爸爸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我觉得我还是挺较真的 挺爱惜自己羽毛的 到你干不得为止 你一共能拍多少戏 是能拿手指都掰得过来的 所以在这次的人世间 开机仪式上 我也大言不惨地讲 我成绩稳定 没有垃圾系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你必须找到你喜欢的 或者觉得 这是我可以表达 想表达的 你再去拍 六九年之后 咱们家就没聚齐过 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 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谁也不许迟到 看到了吗 年轻时候拍过的像小萝卜童 我们想表达的是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对一个幼小的儿童 下这么狠的手 是没有人性的 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 很多人都是看着那个八截剧 反复播 反复播 到后来拍 坐八十八路车回家 我回来了 老大幸福 我觉得那一年也挺逗的 最后春晚 到时候接上去问 你幸福吗 你幸福吗 来做这部剧 更主要的就是全民结商 我们跟老范 我们就讨的慢生活 静下来 想想 你才忙啥呢 才没产生价值 六老大幸福 那一年是形成了 街头相伟热议的 中国幸福观的讨论 也开始渐渐停下来 脚步了 缓一缓 幸福就是毛毛雨 唱 幸福就是毛毛雨 山沙树之列 我觉得也是生风气势吧 当时都是情感 比较混杂的时期 我们寻找探究 时代下还有没有 纯洁的爱情故事 艾蜜的小说 在没出版的时候 我就跟出版人 约定了 电视剧版权我们来做 好 你坐 我真的不能跟你 有过多的接触 我只想好好锻炼 好好学习 我知道爸爸为啥 这么喜欢你 因为你呀 是老天爷送给巴尼利 这些都是献给自己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 你有所思 所想 就要在你的作品里 表达出来 在我的这个生产理念里面 还是希望还是能够 往极致地走的 上一个世纪的 九十年代头 一直做到今天 看着中国电视剧的各种 变迁 腾飞 发展 我的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里吧 我觉得贯彻的永远的 有一个主题叫做温暖 温暖是我的主题调 我觉得社会 国家 个体 都需要这种温暖 温暖是正能量的一种表达方式 以后啊 咱哥六个 六君子永远团结在一起 看着这个温暖 好 好 哈哈哈哈